从9月2号开始来自大陆山东、甘肃、浙江等地的30多位疫苗受害儿童家长 连续多田举在北京卫生部门前讨说法 期间遭到特警的暴力清场 受害者们高喊要见部长 大陆许多孩子因为注射问题疫苗后出现了致残致死等问题 但是地方政府拒绝负责 9月5号受害儿童家长们再次拉着横幅举着标牌 来到卫生部门前讨说法 这是他们集体上访的第四天 甘肃疫苗受害者家属张凤岚表示 自从她的孩子因为打疫苗出现问题后 当地卫生局、卫生厅未推卸责任 说孩子打针之前就有病了 与疫苗无关 据统计 中国每年疫苗预防接种次数达10亿 不良反应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 也就是说每年有超过一千个孩子会留下后遇症 新常人记者天津丁宁采访报导 好 好 2014 都 ания